各位,今天會講三個有關聯,但不同的題目 在講三折棍之前,我想做一個很簡短的澄清和指引 很多人可以將這種形態的評論分析叫KOL 如果有些人喜歡這個名字,他是有的自由 但我絕對不能夠接受這個稱呼的 Key Opinion Leader 其實是來自大陸,我們可以叫做匪語 表面上是英文,實質不是英文 這個詞是不可以形容我現在正在做的工作 多謝大家,不要叫我做KOL OK,好了,但是你說做時事評論呢,那我是做時事評論 而且我現在在英國,我們的空間大了 我時事評論可能會講多些,講密些都不明白 但是我的時事評論由三年前開始,我的定位就是用文化歷史來做的宗族 這件事是不會改變的,英國的歷史學者,是維多利亞時代的Freeman曾經說過 就是說 歷史和政治的分別就是在時間上的差異 就是以前的政治現在變了歷史 現在的政治將來也會成為歷史 所以你那條線是不需要分得那麼細的 但是根據余英時所說 如果你有一個歷史文化的深度 你就會更加容易了解這個政治現實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真知卓見,也是很顯淺的道理 我最推崇的美國現代學者 就是在70歲的Vector David Hansen 他最近接受這個訪問 有一個YouTube的連結 我可能會放在留言給大家 去看一下 我覺得大家需要看 他就說 其實他做時事評論 都是一個偶然的因素 但是他自己相信 因為他是研究歷史出身 他的時事評論 他現在都是寫得很密的一些專欄 他看到的深度 他覺得是很有意義的 就是從一個歷史學者的角度 去分析時事 你由Friedman 去到余英時 去到Hanson 他們都看到那個重要的意義 但是一個歷史學者是不是真的好的歷史 是不是真的一個成功的歷史學者呢 就看那個人的質素和修養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是努力向這個目標 所以我這個歷史文化的定位 是不會偏離的 好了 我們就說回現實了 現實 第一件事我想說 就是剛剛 特區政府有一個 壞消息 就是他 剷除了一個網上的平台 叫做懲罰E 那麼他就 就是 拘捕了一幫人 這幫人呢 就是以前的 眾志的成員 包括林朗艷等等 那麼大家可以看《明報》 有一個很詳盡 客觀的鋪道 是不是 就是我們 現在香港比較上 可靠 和真正做新聞的 是不是 真正去做採訪的 我覺得《明報》仍然可以接受 因為你沒有了 那些我們想有的媒體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其中一位 成員甚至是 在機場 想去台灣 被拘捕 那麼這個懲罰E 其實就是黃色經濟圈的延續 很多小店因為理念相同都加入了 那麼他們用一個經濟運作的模式 他們如果在理想的情況下 就有盈利了 有盈利的錢去哪裡呢 是商業的決定 但是根據現在我們看到的新聞報導 他們的錢是 支援一些流亡海外的香港人 那麼 如果那些人又被 特區政府通緝 而你 又真正資助那些人 那麼那條線定在哪裡呢 大家看到了 其實這個 騰騰的網絡 去大圍捕 其實一早已經部署了 就是我要通緝這些人 我要 成立這些法例 然後我在香港 偵緝這些平台 然後在香港拘捕你這幫人 然後呢 就掌握了那些搜證 看到那些錢的去向 然後呢 就繼續去 就是針對你們這幫人 去圍剿你們 是不是 我現在不是說他對 我是說 其實 我是覺得 這是一個邪惡組織 說完了 再說一次 說一萬次 中共就是最邪惡的組織 在人類歷史裡面 從來沒見過的 而中共的存在 就是人類的覆亡 是不是 他是人類存在的最大威脅 但是 你要看到 現在他是贏定輸 這些他對香港的做法 由2019年到現在 他 雖然付出了很沉重的代價 但是 他每一仗都贏了 是不是 譬如說我們的 中肯的 不跟隨建制的 媒體 無論是實際的 實際的 媒體 或者網上媒體 沒有了 我們的不同的政治組織 不同光譜的政治組織 如果不是親建制的 沒有了 我們由這個職工盟 工黨 人民力量 是不是 去到這個 社民聯 民主黨 公民黨 眾志 沒有了 我們那些 政治的 抗爭組織 譬如說 民陣 譬如說 國際倡議組織 例如國際特赦 特赦中心 香港的活動 沒有了 是不是 我們和理非的 民主派的政治人物 不是走了就在監獄裏面 或者是 半變變節 這就是現實 他是付出了很多代價 但是現在他是贏還是輸 是不是 是不是 那麼 我們去到這一步 譬如說 懲罰這個平台 他去到幾天前 還在運作中 還有很多小店加盟 還有很多 就是 理論上 可以 合法地營運到的盈利 而那些盈利 如果是 可以 即是積聚到 就可以支持海外的活動 現在這條路斷了 但是這些 我就要講到中共的強大 或者弱勢 中共的實際上的 壓力 是很大的 我上次節目講過四大癌症 就是 地方的債務 環境的污染 貪腐的程度 以及基建的膨脹 浪費的資源 這幾樣會長遠地 應該拖垮了整個國家 理論上 那這些四個癌症 就是 惡化的程度 是有增無減的 是不是 現在看到大陸的房地產 如果最初提出這個四大癌症的說法 是2015年 當時的房地產 仍然看到好像有起色 現在就是一談死碎 大陸的民企全部都死了 是不是 就是 已經是風雨飄搖 殘破不堪 但是同一個時間 我們看到他在香港的壓制 專政 和那種的 暴暴進逼 是將你們等於 狂風掃落葉 將我們反抗的力量 吹呼拉扭 全部是 連根拔起 幾十年的 積累的 任何的 資產 都是蕩然無存 反對者 不是在監獄 就是流亡 或者變節 這就是現實 所以 你看到一件事 其實 如果我們說 習近平 大陸的人吹捧他 就說他下了一盤 很大的棋 習近平 如果當他中共和外面的國際角力 是下棋的話 下棋要贏 不是說我多你一句 因為你沒可能的 即是 即是理論上的旗本有這麼多就是這麼多 是不是 亦都可以好像我上次說過 好像打牌 你一手難牌 但是你 你就在變化 在修正 不斷地變化 不斷地修正 摸一隻進來 打一隻出去 那麼他由一副爛牌 越武越大 最重要的是 他是吃髒過你 還有他是 祭抓住你 如果說回下棋 就是說 下棋要贏呢 沒有理由你突然多一隻鞠 多一隻炮 多一隻馬 你沒有出現這種現象 你是要 估計到對方 走的下一步 和再下一步 和再下一步 現在我們看到 譬如說我遠的不說 從2019年到現在 如果當他是盤棋的話 你們對方怎樣抓走哪一步 他看了你十步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就是個事實 現在 譬如說你要這樣搞 你要搞 黃色經濟圈 你要這樣抗爭 你要和理非 你要和勇一家 你要怎樣國際連線 你怎樣槍耳 你那些人走了之後又做些什麼 他每一次圍捕你 他的下棋 他都估算你每一步 還有那個國際的反對 不是沒有 譬如說你充輯了八個人 有三個國家有發聲的 澳洲 美國 英國 這些絕對是中共在中南海 估算了會出現的情況 但是他也估算了 你耶倫很想去北京 還有布林肯之前也很想去北京 那些人就排隊 差不多好像要買MIRROR的票 首先德國的總理 然後跟著法國的總統歐盟的主席 一班人這樣輪著去 我說的是事實 而你即使譴責了他 你耶倫都還在北京 這個實際的行動就讓你看到 你的譴責是空洞無物 是起不到作用的 但是還有一件事我覺得他也估不到 就是只有三個國家 美國 英國 澳洲 沒有了 多一個都沒有 好了 到現在你的變成芝麻綠豆的小事 繼續追捕香港人 剷除香港的經濟平台 是他覺得是睹眼睹鼻的 例如懲罰MIRROR 沒有人說話的了 沒有了 接下來呢 如果我是香港經營的小店 我要繼續生存下去 我就要小心吹吉避空 以上所說的所有事情 在他的計劃裏面都有 如果你永遠都是這樣抓棋法 你永遠都會輸 你是怎樣都不會贏的 你每一步都被他想了 你怎樣上馬 你怎樣落仗 他全部都想了 你無論怎樣走的那些棋 都在他的框架裡面 那你怎麼贏呢 但是我又看回 在特朗普當總統的時候 那個貿易戰 總統想不到 真的想不到 還有 美國會去到多盡呢 他也想不到 譬如說他 衰到要全球散佈這個病毒 而又得到世衛的護航 你以為美國就是沒得走的 但是特朗普走的那一步棋就說 既然世衛是這樣 我退出世衛 我免得跟你說那麼多 你第一階段跟你說了貿易協議 我現在覺得這些不重要 美國死了那麼多人 我們要追查病毒源頭 要開張單要你陪 這就是他想不到你會走這步棋 如果是以前的布殊 奧巴馬克林頓 任何一個總統 就算是列根 都不會走特朗普這步棋 就是說你要贏他 你就要突破他的思維 超出他的預期 你這樣就有一線生機 無論你有多少居馬炮事象團 那些東西是不重要的 中共在實際上拿著一盤爛棋 但是他的老闆又是一個小學生 我看來他就沒什麼學識 但是現在我看這麼多年來 除了特朗普的四年 美國幾十年都沒贏過他一步 你來克遜訪問大陸的時候 那時候的中共更爛 是一窮二白 三個人穿一條褲子 那時候香港給了多少錢 又寄了一些物資上去 我一個人穿三條褲子 我上去大陸 然後給了那些窮親職 破爛到這樣的程度 毛澤東和周恩來 抓贏了尼克遜基辛格 抓到現在 形勢逆轉 所以如果只是他客觀事實的本錢 你是看不到那個勝敗的 我覺得這是教訓的第二點 第三點我想說什麼呢 就說這個就是今天的節目差不多 就是講美國本身的弱勢 美國本身的弱勢 不是中共做出來的 是美國自己做出來的 是不是 美國的 就是本來的強勢 就是他的經濟力量 那個經濟力量 是建立在於 民間經濟的活躍程度 民間經濟的活躍程度 是會增加就業 和令到通脹受控制的 就是由列根時代的供應學派 Supply side 開始到現在 都是在說這件事 當時美國一個獨立的候選人 叫Ross Perot 他就說那些製造業 那些勞工的職位 不可以外判給人的 那這件事呢 就是美國自己打爛了自己 他就發展那些高端的投行金融業 就是賺那些大錢 造就了一批 就是支持左翼 支持的超級富豪 但是 南嶺和中下階層 就一直被打壓 而美國的就業人口 一直這樣空洞化 美國本身的競爭力 也都弱化 搞了幾十年 去到Donald Trump 撥亂反正 就醫治好裡面 你要減低 那個政府的永遠 減低那個政府的管制 和法例 和減低那個稅率 和鼓勵那些就業 回到美國 還有不要搞那麼多 free trade 要搞fair trade 要令到美國和外國的貿易 在一個對等平衡的關係裡面 重新 離定和歐盟的商業貿易 和南韓的日本的商業貿易 和墨西哥加拿大的商業貿易 重新簽約 是不是 這樣倒過來 這四年裡面 美國的通脹很低 美國的就業率很高 甚至 是那些弱勢社群 有色人種 黑人 婦女的就業率 都是去到50年的新高 這就是美國的強勢 但是拜登一上台 就自毀長城 打倒了自己的能源自給 不讓美國繼續 自己開採石油 這是一個荒謬的東西 美國自己 不開採石油 就是要求沙地 去給石油 這樣沙地的石油沒有碳排放的 美國那些才有的 是不是 這是荒天下之大謀 一上台就 剪掉美國和加拿大的那條油管 是不是 然後 然後 制止那些地下開採 油業癌 所有的都叫停 同一個時間 就說 要 build back better 就是要 加大 會有通脹惡化的 基建的投資 而那些大白象 那些錢 扔了下去 那些所謂基建投資 其實不是做基建 然後 就益了貪腐集團 再加上 能源短缺 再加上 因為美國在阿富汗 顯示出來的弱勢 令到普京 是一個邪惡的人 我什麼時候支持過普京 普京這個人 以為有機可乘 就罕然入侵 烏克蘭 烏克蘭的供應戀 就切斷了 於是就加深了 通脹的 那個壓力 幾樣東西加起來 現在美國就處於一個水深火熱 同一個時間 你見到股市有出現虛貨 你見到 美元仍然是一個相對的強勢 但是政府的開支 是已經去到完全不受控制 還有那個通脹 令到美國的低下階層 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你就算買一盒彈 都升了四倍 五倍 你就算走去加油 都升了四倍 你怎麼生存呢 美國人 現在節衣縮食 都很難到日 但是因為 左翼的 那種思潮 的抗憤 所以 那些 自認被壓迫的人 就可以當街搶樑 在民主黨控制的地方 如果你搶的金額不夠多 根本是不會抓去坐牢的 警察就要 面臨解散的命運 所有那些加州的大城市裡面的 城市中心 那些原本的大的零售商 都要撤退 其實 這個國家 就是非常之破爛 但是如果你看那個數據 你看就業人口 你看那個股市的 指數 你就看不到這個真正的隱憂 還有如果你是美國的一些 超級富豪 生活在一個溫室裡面 受到 很多的保護 你就在這裡 享受著人生 但是你看不到 一般美國人 沉淪在一個悲慘的生活裡面 同一個時間 又搞那些身份政治 搞那些性別主義的一些 遊戲 就喪失了國家人民的 鬥志 這個 就是美國內部的弱勢 我們不是分左右 而是說事實 幾樣東西加起來 就恥消比掌 所以我經常都說 習近平什麼都沒有做過 但是如果習近平認為美國是敵人 美國認為中共是威脅 美國這樣一拳一拳 一刀一刀的刺自己 他其實是狡猾 躺在那裡都贏了 如果我說出這個事實 你覺得不開心 是不是等於我支持 那個邪惡的力量 或者我們毀疾技術 明明有病都不醫 找不到那個 找到病的源頭 都要掩上雙眼 不願意去面對 這樣你覺得我們會不會解決到問題呢 今天的節目就講到這裡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